因为我们自食祖身 往往不是所有的自食都祖身 下面的祖身要多一些 上面的祖身情况要少一些 因为下面的牙齿拔掉以后 上面的牙齿它没有牙齿跟它对抗 我们牙齿一辈子都在长 一边在长一边在吃东西 一边在磨耗 所以它是维持一个平衡的 长和磨耗是维持一个平衡的 下面牙齿拔了以后的 上面牙齿只长不磨耗了 它就变长了 变长了以后 它就容易咬到下面的牙齿 另外就容易我们吃东西 要看食物在里面 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下面拔了 上面迟早要拔 所以同时拔是最好 那么人体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动物 你再大的伤口 只要你的身体是一个正常状况 都可以长好的 牙床上面有个洞洞 但是我们骨头它是可以自身 可以修复的 软柱子 拔牙以后 牙齿上面伤口愈合得比较快 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愈合 骨头虽然说长得慢一些 但是它也是可以长好的 一个月左右基本上 这个骨头上面的洞洞 基本上就可以长平 三个月以后 你再看就是一个正常的骨头了 最后再看就是个人的骨头 但是我还比较成功 他在骨头上 还不比较啊 所以还说 有一天 这个棘子 2010명的迅速